南宋李宗时期 乌州一个叫张喜僧的人 冒充皇室宗亲赵善蔡之子 结果案发被揭穿身份 几年后 相邻的楚州又出现一个皇室宗亲团伙 为首的人自称是赵善蔡之子赵如希 团伙中还有自称是娶了宗室女的骏马叶庚 因为这伙人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楚州乌州联合调查 从赵如希开始 将他提供的身份证明一一推翻 但是赵如希还是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宗室子弟 并且自称是骏马的叶庚 也在为赵如希担保 那么叶庚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两起案件都跟宗室赵善蔡有关 赵如希的真实身份 最终如何查清的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宋奇案 假冒皇室宗亲案 下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接着讲赵如希假冒宗师招摇撞片案 上集我们讲到南宋李宗时期 有一个叫张喜森的人冒充无极宗室 赵善蔡的长子赵如希 抢夺他人的商船 在雾州和宗正司联合调查之下 发现其真实的身份 是当地的无赖张喜森 没过多久 触州又出现一个皇亲宗室的团伙 到处勒索钱财 霸人欺女 导致民怨沸腾 触州雾州和中央的宗室管理部门 不得不联合调查这个团伙 发现为首的赵如希身份可疑 他说他是宗室赵善蔡的次子 这个团伙中还有一个叫赵如佛的人 他说是赵善蔡的三子 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发指 赵如希顶着一大堆头衔 在触州乡下为非作胆 赵如佛呢 在城里开贵房 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跟着赵如希的 还有一个自称骏马的叶庚 两个人配合默契 相互支持 在官府追究的时候呢 有相互证明对方的身份 结成一个稳定的团伙 横行两州 犯下了累累罪行 引起民怨沸腾 不断地向官府告状 触州才下决心 将这伙人的身份查清楚 不然没办法向老百姓交代啊 因为宗室的特权啊 官府调查的时候总是有些忌惮 要查清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并不容易 因为需要宗政司的批准和配合 两州的官府 就是雾州和处州官府 还需要信息沟通 联合办案 否则根本查不清楚 雾州 处州 从赵如希开始 将他提供的身份证明 一一推翻 真相逐渐地就浮出水面 但是赵如希还是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宗室 还有他那个同伙叶庚 坚定地为赵如希担保 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啊 叶庚对官府保证 赵如希的身份一点都不假 是货真价实的宗室 就在大家都表示 赵如希的身份可疑 都不愿意作证 也不愿意在担保的时候 叶庚依然坚定不移地 为赵如希做担保 这也不奇怪 两个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蹦不了你也跑不了他 现在雾州处州 只需要查明叶庚的真实身份 就能够彻底拆穿这场骗局 叶庚号称骏马 说他娶的是宗室女 处州在调查这群人的身份的时候 发现叶庚的妻子 特别引人注目 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活动 在所有的场合 他都是以宗女自居 但是呢 好像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家事 甚至连他的娘家在哪里 他的父兄是谁都不知道 据他自己说 他来自临安府 他还有官府给他出具的出生证明 可是这是真是假呢 就这样 官府逐渐地将调查的重点 转向了叶庚的妻子 这个叫赵汝安的女人 和前面的赵善菜 赵汝西 赵汝佛一样 赵汝安在宗正寺的档案记载中 也没有名字 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宗女呢 这时候 触州的一桩旧案 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有个叫陈元二的人 曾经告发被赵汝西骗去聘财 当时赵汝西要嫁出去的这个女人 就是赵汝安 当时啊 声称赵汝安是宗室女 所以呢 他要陈元二拿出大量的聘财来定亲 在定亲之后 结婚之前 赵汝安跑了 宗妓不见 那么赵汝安怎么又成了叶庚的妻子呢 州府就对赵汝安进行了询问 问他 是不是宗女 有没有降生工具 就是出生证明啊 赵汝安拿出了自己的出生证明 现在办这里案件已经有经验了 一喝茶 是伪造的 继续追查 你说你是临安府人士 你的父兄是谁 只要你说出线索 我们就去核实 处中府是 铁了心要把这些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 这个自称叫赵汝安的女人 心里防线崩溃了 他知道这一次啊 真的无法蒙混过关了 赵汝安就吐露实情 原来他根本不姓赵 他姓周 真名叫周三二娘 来自临安府不错 但是呢 他只是临安府的支箭 赵善精 一个贴身的女伴 也就是女仆人 后来呢 就结识了叶庚 嫁给了叶庚做妻子 婚后叶庚就让他姓赵 改名换姓 摇身一变变成了宗女赵汝安 而叶庚呢 因为娶了他 也就攀龙富凤 成了骏马 赵汝安的身份 既然是假的 那么叶庚的骏马身份 自然也是假的 那么叶庚又是什么人 据周三二娘供述 叶庚原来是一个江湖游医 他四处游荡 结识了不少臭味像头的无赖之徒 楚州府再次传询叶庚 因为周三二娘已经供认 叶庚再不承认已经没有意义 所以他也招供了 据叶庚自己供述 他在家定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二三年 到了临安 偶然的机会 就认识了临安府的支箭 赵善精 后来呢 就娶了赵善精的女仆 周三二娘 给他改名叫赵汝安 为了让赵汝安的身份逼真 他还给他伪造了 县府的宗室出身证明 从此叶庚带着改名为 赵汝安的周三二娘 闯荡江湖 再后来 就认识了赵汝西 双方一拍即合 相见恨晚 从此结尾团伙 开始了宗室和骏马 招摇撞骗之旅 叶庚的身份被查清楚 赵汝西更被证实是假冒的无疑 那么这个假冒的赵汝西 又是谁呢 没想到乌州官员却发现 他竟然是当年在乌州 冒充赵汝菜大儿子赵汝西的张喜僧 那么这个张喜僧究竟是什么人 如此胆大妄为 这些年 他又是如何假冒宗室行骗的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宋奇案 假冒皇室宗亲案 下注 原来啊 假冒赵汝西的 还是当年的张喜僧 还是原来的套路 连冒充的人都是一家的 从赵汝菜的大儿子赵汝西 换成了二儿子赵汝西 冒充别人的人呢 最怕的就是真实的身份被戳穿 现在面具已经被揭开 那就别掩着藏着了 赵汝西就供认了自己这些年 是如何假冒宗室行骗的事实 赵汝西原名张喜僧 自小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活不下去了 就去坑崩拐骗 坏事做尽 久走夜路总要撞鬼 无论他多狡猾 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终于被抓进监狱 判了几年的徒刑 没想到刑满释放之后 他想了一招更绝的 他看到两这地区 遍地都是宗室 做了宗室呢 有种种好处 就干脆改姓赵 冒充宗室 看谁还能奈我何 当时宗室中有人违法犯罪 影响很大 南宋立国百年了 宗室的数量巨大 出现败类那是很常见的 当时啊 这一地区最著名的宗室犯罪 应该是魏王赵廷美 第十代孙赵若露 他犯的案件 曾经震动整个江西 赵若露 与饶州官府蓄力 进行勾结 无恶不作 他在饶州开话局 专门给人打官司 经营妓院 敲诈勒索 经过几任之州啊 却从来没有被处罚过 他也曾经将一个平民折磨致死 最严重的是 在饶州举行科举考试中 他把一名举人当场殴打致死 闹出了人命 要说啊 赵若露肯定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呢 但是赵若露却一次又一次 逃过法律的制裁 要么是清聊淡写的责罚一下 要么呢 他就躲起来避避风头 因为他们的违法犯罪 只能是由宗政司来处断 当地的州县 是无权判决的 所以赵若露这个案件 在民间影响极大 普通的老百姓 非常害怕宗室 因为啊 他们杀了人都可以不偿命啊 但是在不法分子看来 做宗室 原来可以为所欲为 还不用担心受到法律的惩罚 那就不如冒充一下事实 于是张喜僧就决心冒充宗室 来实现他的敛财计划 他看中的人 就是赵善菜的长子赵如希 所以赵如希就出现了 他就开始在雾州横行无忌 事实上 谁也没有见过赵如希的长相 他说他就是赵如希 也没有人敢否认 后来呢 胆子越来越大 伪造了润王府的印记 还有黄旗 铁边 主杖 等王爷用的物品 既然你是正宗的宗室 又是赵家王爷的后代 那就享有特权啊 所以他是威风凛凛 非常的霸道 他看中的生意 那是非弄到手不可 看着谁家的商品好 就公然嚷夺 看上了哪个商旅官船的财物 就把相关的证件一亮 对不起 官府现在要征用 便轻而易举的弄到手了 看谁的生意好 就要分一杯羹 看到余发经营的船运 不错 就去抢别人的船 所以他就是当地的一霸呀 余发当时肯定不愿意 赵如希就召集人 把他打伤 于是就会出现 我们上级开头的那一幕 只是在余发案件中 他们失手把人打成重伤 这才引起官府的注意 而一次冒充宗室 获得的巨大的回报 即使被抓住 也不过是仗则而已 打得也不重 冒充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有了第一次 自然就有了第二次 所以他改头换面 换个地方 重操旧业 赵家老大 自然不能再冒充了 那就改名赵如希 冒充赵家老二 还是太宗的八十孙 还是润王府的后人 还是原来的套路 但是呢 多了个经验 多了一个巨马 一个宗女 还有个三弟 还有很多随从 这一次啊 他再也不打劫商旅和官船 而是去敲诈基层单位 基层单位哪知真假呀 还真以为是宗室子弟光临 不胜荣幸之志 好吃好喝的招待 自然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 他还利用宗室的身份 又是替人打官司 又是减免税收 甚至封官许愿 随着上当受骗者 日益增多 他横行整个两周府 两周府的官员 都被他蒙得团团转 将这个小团伙啊 都视为贵人 后来啊 这个小团伙啊 认为自己的身份 已经被认可了 就更加肆无忌惮的牟利 所以 他们才会下乡去 搜刮百姓 敲诈勒索 甚至去割人家的稻子 这样的事情干得多了 就会引起民怨沸腾 后来官府就不得不去管了 赵乳安的案件 是怎么策划的呢 赵乳安和赵乳西联名 到处号称宗宗室女啊 赵乳西等人 把他当作摇钱树 他一直跟着赵乳西 赵乳西到处 给他找人家下架 所以他们找到 那个陈元二 陈元二一听 是皇室宗姬 娶了他就是骏马 马上就下了聘财 谁知道聘财下了之后 赵乳安人不见了 实际上他去哪了呢 赵乳安又跑回到叶庚那儿去了 他还继续做叶庚的妻子 到哪儿他都是宗女 这个案件之所以 能调查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雾州处州 来了一位提刑官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蔡杭 蔡杭是南宋著名的大臣 理学家自仲杰号九宣 他在南宋李宗淳宥十一年 任浙东提刑 在他巡视治下各州的 羁押案件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 无法无天的小团伙 决定让雾州处州 联合调查此案 为了调查这些人的身份 曾经四次请求宗政司 协助调查 最终 才将这些人的身份 彻底调查清楚 张喜僧团伙假冒宗室的事实 最终被查清 但是也不免让人产生疑惑 为什么张喜僧两次都冒充宗室 赵善蔡的儿子 官府查证时 赵善蔡的态度又摇摆不定 这是为什么呢 假冒宗室案接二连三出现 地方州府的处置 存在哪些问题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宋奇案 假冒皇室宗亲案 下集 首先是赵善蔡 据法官判断 这是一个专门卖蝕蝶 宗室身份的人 赵善蔡这一代 是太宗的七十孙 论其辈分 他还是皇帝的祖父辈 根据美国学者 贾智阳的统计 当时 善自辈的宗室 有两千四百三十一人 这是宗征寺登记在册的 无级的宗室 那就无法估计 赵善蔡肯定不在这 两千四百三十一个人之中 赵善蔡本人 他就是一个没有登记过 姓名的宗室 只不过 他所在的州县 承认了他的宗室身份 当地官府 还是让他享受了 宗室的礼遇和优待 但赵善蔡不满足这样的待遇 想方设法 用自己的身份 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他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断地出卖 普蝶和宗室的身份 认了这么多的假儿子出来 导致大量的不法之徒 从他这儿 混得了宗室的名头 假宗室 横行两周 赵善蔡 难辞其咎 还有物周 其他的宗室 像赵乳司 赵乳包 赵乳银等人 在赵乳希 假冒宗室 过程中 都曾经提供过证明 或者担保 他们和赵乳希 之间也有关系 甚至有密切的利益交换 只不过呢 他们在看到 官府决议要调查 此案的时候 才竭力地洗刷 自己和赵乳希 之间的关系 目的当然也是 推脱罪责 执身事外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地方官府 和宗室之间的关系 早在1213年 南宋就有朝臣 商奏章陈说 地方周县 居住的宗子 和当地的 兼蓄华丽 勾结起来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包揽辞词 谋取暴力 在这个案件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官府对于这个 假冒宗师团伙的 暧昧态度 叶庚和赵乳希 被周府查获 最后呢 只是处于障形 两个人接受过障形之后 没有一点改过自信 反而是变本加厉 微非作态 这和官府的纵容 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 他们又能经常地 出入周府 显然是和周府的官吏 都有不错的关系 没有当地官府的庇护 他们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有些官员相信他们是真的 想借助他们升官发财 有些官吏不相信他们是真的 但是呢 能够从中获得利益 所以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啊 有官吏 助纣为虐 那些县里出具的降生工具 就是出生证明啊 如果没有县里官员的参与 恐怕伪造不成 还有 叶庚到县里为赵如安 就县托判影证 这东西没有内外勾结 也做不成 四次禀告宗正司 结果是接托判不行 就是判决没有得到执行啊 两次查队赵如希的父母 后来他们都承认 这是假的 竟然都没有被追究责任 更奇怪的是 触州将此案交给 丽水龙泉两县来查明事实时 丽水龙泉两县 居然不能将事情查明 当然 州府也有州府的问题 州府在明知道赵如希是假冒的时候 却把他们从情发落 只是处于障形 显然存在明知故纵的问题 后来赵如希再一次违法犯罪 本案中出现的种种奇怪的现象 都说明这伙人和地方官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个问题 是最根本的问题 宗室的特权是造成这一切问题最关键的因素 宗室的身份需要宗正寺允许配合才能调查 宗室的犯罪行为 地方只能上报 不能裁决 预调所宗正寺和大宗正寺都设在临安 公文的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这个案件大家看到 牵涉的宗室众多 需要多次请示汇报 宗正寺批准核查之后才能调查 这对于官员的责任心和查案的决心 都是巨大的考验 地方官府明知道赵如希是假冒的 但是身份特殊 不能直接急拿归案 要调查清楚事实 报告宗正寺 宗正寺作为专门管理宗正成员事务的机构 对宗室的犯罪行为是专属管辖 周县只能查证 无权直接判决刑罚 这种制度设计 本身就会给宗室提供很强的保护 给地方州府查处宗室违法犯罪 造成很多困难 这个案件中 雾州处州的调查 每深入一步 都需要报告宗正寺 最后 还是蔡航在判词中说得好 说如果这次还放纵这伙人 再让他们漏网 那么就会弄假成真了 他们多年冒充宗室 套路已经非常熟悉 气场变得很强大 自己都认为自己是真的赵家的后代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于 他的子孙后代都将成为真的宗室 享受国家的待遇 这件事真的不容许再含糊下去了 必须当机立断 宗正寺这才决心让地方州府去查这桩案件 而等到宗正寺真正决心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派人过来追查此事 案件就能够得到迅速的推及 赵山菜也吐露了实情 说赵乳西不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赵乳西假冒宗室就有了确凿的证据 从他那儿就把这个假的赵乳西彻底给搞清楚了 最后呢 也是宗正寺给物州处州行门 让两州按照法律规定去处理 这个团伙最后才能得到法律的惩处 在蔡行的主持之下 本案的调查进展迅速 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所有冒充宗子宗女的人都被集拿归案 在征得宗正寺的同意后做出了判决 查明赵乳西 本名张喜生 冒充宗室招摇撞骗 甲索土劳监禁 等待宗正寺的判决结果 甲骏马叶庚 真名也是叶庚 伙同张喜生 招摇撞骗 同恶相继 也拘押土劳 等候发落 查明冒充宗室女的赵乳安的女子 叫周三二娘 是张喜生叶庚的同伴 所以一同拘押 也等待宗正寺公文 一起执行 你看最终还是在等待着宗正寺的裁决 这桩著名的赵乳西案 终于落下了帷幕 冒充宗室的张喜生等人 也受到了惩罚 可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 至今依然值得深思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中外法律文化 我们为您探历 历史大案要案 我们为您揭秘 传奇法治人物 我们为您解历 法律讲堂文史版 带您春月时空探案讲法 中外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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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法律文化